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真的到来了 无论新闻上怎么吹嘘,稳中向好,经济增长又是多少 只要是正常人,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共国 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钱更难挣了,东西更贵了,日子更艰难了 没错,世界大萧条已经到来了,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 其实20多年前,大萧条已经上门了 但是各国央行不断降息,以至零利息,负利息,不断借债 才将大萧条一推再推 但结果就是全世界各国政府,个人企业都债台高筑 但是这种借债经济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的虚假繁荣 就像很多病人打了妈非一样,看着很精神 但是内力早已经虚弱不开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就是这个样子 如今终于绷不住了,终于通胀严重了 终于猛烈加息了 终于要迎来史无前例的 大萧条了 首先表现在航运价格的下滑 去年高位到美国洛杉矶航运价格是3万美元 现在只要1800万美刀 关键货还装不满 往年这个时候全在赶圣诞订单 为美国的黑色星期五超级购物忘记备货 结果今年都没有什么货出 订单一片萧条 美国洛杉矶港到货运贵下滑 比一年前少了26.6% 2009年以来数量最少的9月 临近港口货运量也在减少 目前对第四季的前景非常疲软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警告 未来美国经济可能更加艰难 他呼吁要严正以待 做好应对衰退的准备 出口美国日用品的价格也接连的下跌 按美元计价 其实已经跌回疫情前的价格 欧洲的订单更加的苦不堪言 日用品订单下滑了30%以上 目前没有看到止跌的迹象 其次是各国的房价也都在下跌 房屋销售量在下滑 中共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 已经回到了6年前的水平 也就是2016年的水平 15个重点城市 2022年9月份 整体成交环比下降了30.1% 同比下降了20.7% 悉尼温哥华洛杉矶纽纽约 摩尔本房价都在下跌 基本在10%到20%之间 很多大的建筑公司 房地产开发企业倒闭 现在的情况就是银行不续带 这些房地产企业 中小企业都得死 银行续带 银行就得死 中共国在2018年以前 22到35岁人口 每年降幅极低 都在0.3%以内 从今年也就是2022年开始 直到2035年 每年人口会减少3.5%到4% 所以会形成突然性不可逆的金融充利 人口已经不是慢变量 而是快变量了 中国房地产没有接盘侠了 美欧澳家虽有外来移民 但是高高在上的房价 与工资增长速度的缓慢 使得很多人再怎么努力 也够不上这个房子了 再加上不断的加息 因此房地产开始萎缩 自从工业化以来 由于机器可以连轴24小时运转 所以全世界从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 就是产能过剩 一般来说这种过剩经济就是每隔10年左右 来一次由市场出清 就是很多企业倒闭只剩下少数企业产能减少 然后开始下一个循环 1929年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逐渐在西方盛行 并在50和60年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推广 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应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这个政策 就是以政府的需求替代下滑的私人部门的需求 从而拉动总需求凯恩斯主义的这个原理 在政府债务适中的时候确实不错 以日本为例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号称失去的10年 但是从经济增长来看 日本GDP90年代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其主要原因就是迅速膨胀的政府债务 代替了不断去抗稿化的私人部门债务 2008年 中国为了遏制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惊人危机 迅速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 在4万亿的财政和接近10万亿的信贷刺激下 开启了铁攻击建设 中国终于暂时将世界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 但万事都过忧不及 这个政府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 不能一再的使用 就像马飞不能一直吸一样 但世界各国吸上瘾了 经济一有点下滑 各个政府为了自己屁股底下的位置 不因经济下滑被选民选下去 所以就不用市场经济的方式 出清过剩产能 而是继续用投资拉动 也就是债务拉动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结果就是现在全球各国 私人企业政府都欠了一堆的债务 而且再也背不动了 凯恩斯主义经济通过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开启印钞机 不断刺激经济 发展到最后必然三大结果 一是债务总量巨大 二是经济结构失衡 脱实向须 三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般债务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债务轻微 现金流可以长本复息 第二阶段债务加大 现金流已经没有能力还本 只能复息 第三阶段连利息都还不上 只能借薪债还旧债或者出售资产 现在政府债务就在第三个阶段 借薪债还旧债 私人大部分在第一阶段 想尽一切办法 长本复息 但也有一些只是只还利息 还不上本金 在房贷利息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只能压榨其他开销 所以肉眼可见的各行各业都在萧条 因为所有人都没钱消费了 企业很多 在第二阶段就是只还息 没能力还本 坚持不下去 就是债务违约 然后带动银行体系崩塌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恒大花样年等地产公司 实体制造业企业也差不多 原本只需要每10年左右来一次经济危机 出清过剩产能 然后经济有两三年的不严重的萧条 恢复后经济继续增长 但是由于各国政府的短视和贪婪自私 为了自己的政党当政不被选下去 就拼命用债务来刺激经济 集权的中共国就更是这样了 所以导致了现在历史上最大经济大消费 艾雷曼斯克先生他没有选择的 他最终一定会 我觉得他一定是跟共产党要走在一起的 因为就像德国一样 他已经被中共绑架了 而且中共就在德国和法国之间挑拨离间 德国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他也一定会打入到这个艾雷曼斯克 他那块工厂什么的 一定挑拨离间 而且我认为 艾雷曼斯克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 会非常非常大 你们可能不知道 艾雷曼斯克所有的火箭 所有的Space的所有的火箭技术 包括他很多方面都是美国国防部给的钱 几十亿几十美元的给 如果没有NASA 没有美国国防部的支柱 他不可能走到今天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